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它的户型是有四种可以选择的 那现在我们一起上八楼来看一下每一个户型的不同之处吧 那我们先从面积最大的两居室 56平方米的01号房间开始看起吧 人关于进来左手边有一个步入室的鞋柜收纳 而且这个房间还佩戴免费的WiFi哦 走廊的右侧并排了两间卧室 我们右手边的第一间卧室是一个西向的卧室 第一间卧室的面积是五体 而且我们这个房子非常棒的一点 它却为我们佩戴了空调 第二间卧室的小换气窗则是面床南向的 有没有发现上方也为我们配备了空调哦 一间卧室呢 宇客餐厅是用推搭门来作为隔断的 而且我们的大阳台啊是面朝东向的 客厅的面积啊非常的宽敞 有13点 这边的厨房啊也是很不错的 是附带吧台式的 而且呢还附带洗碗机 这我们厨房侧面的小门呢是可以通往阳台的 平常通风换气也是很棒的 现在呢是我们下午的4点钟左右 那我们室内啊其实看起来还是蛮明亮的 采光是蛮OK的 这个房子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呢 是它的三个房间都为我们配备了空调 这样的条件呢在租赁公寓中是非常罕见的 还有一个小亮点 我们的客厅还配备了地暖 这样冬天就不会遭罪了 从我们的厨房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推拉门进入我们的洗漱区域的 那整个房间配备的设备呢都是非常高档的品牌 其他设备已经这么棒了那温水这边马桶是一定有的啦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03号房间它是四个户型中最小的一间一个一室一厅的房间 总面积呢是35平方米 镜头一转我们又来到了四号屋 四号屋呢是一个北东向的角屋也是一个两室一厅 这间房间的面积呢是约45平方米 紧爱客厅呢是第一间卧室 另一间卧室呢则位于了玄关处 除了我们的户型不同以外 它其他的设备呢都是一样的 视频的最后呢我们来到了02号房间 它与04号房间的户型啊是比较相近的 是约45平方米的两居室 那我们的潮向也都是一致都是潮东向的 那看来我今天的工作量有一些大呀 一期视频给大家看了四个房间 那我们四个房间呢它的面积不同 所以啊它的王租呢也当然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根据楼层的不同呢 它的房租也是足层地争的 那它的房租呢最便宜的是11万3 最贵的是19万3 那这四个户型您更喜欢哪一间呢 那些公司呢 不是我的天啊 对 你现在没有法租坠 Sec装那的 这一刻呢 就是有段接的 天啊 就是有段接的 这是非常特别吗 我可以来到这一步地区别的 感谢观看